夏天到了 气温天天飙迫36度 教室内的小朋友各个满头大汗 行政院宣布 两年后全国中小学统统有冷气吹 但是在野党担心 这张支票会变成空头支票 既然苏贞昌院长说了 电费由中央来负担 那我们就让他入法 让这件事情能够长久的 以制度化的方式来解决 我们都希望修国民教育法 以及高级中等教育法 冷气装了之后 后续的电费支出 修缮问题每一样都要钱 政府应该统统包办 因为在气候越来越极端下 冷气本该是教学时的基本配备 列为所谓的基本需求 这样它才能够根本解决 这个整个冷气装设的问题 当你把它列为教室设备的 一部分的时候 各级的政府 它都不能依托它的责任 明定修法纳入基本配备 装冷气后的相关费用 才不会成为学校 跟家长的头痛难题 面对相关质疑 行政院长苏贞昌说 行政院每年补助10亿费用 第一是不浪费 第二是公平使用 但这秉化的大 吃得到吗 因为现在在地方很多的预算 都非常的不足 那所以说 这个一般性补助下去的时候 它可能排挤到其他的支出 那么也可能没有办法 被用到这个冷气的电费 需要由家长来作为 一个部分的负担的话 那我们也支持 但是就是希望是能够排除 中低收入户 我们家有小孩 都是家长在出钱 对 我觉得使用者付费 这个第一个可能 也不会造成财政上的负担 经济条件不好 可能就是政府辅助这一块 冷气都还没装 就吹出各种问题 学校家长只希望政府要落实 穷不能穷教育 苦不能苦孩子 欢迎新闻红席与陈丽婷 台北报道 人民帮助 开裂